本期话题 验孕棒不准的几种情况 孙小光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 主任医师 验孕棒啊 有90%以上的准确度 那么验孕棒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机理呢 就是我们在怀孕的时候啊 这个受精卵 在逐渐的发育 它会产生滋养细胞 这些滋养细胞呢 随着孕周的增加 它就越来越多 然后呢 它就分泌一种东西 我们叫HCG HCG量的多少 实际上是代表这个 胚胎的发育情况的 验孕棒呢 其实它就检验你这个尿里 有没有HCG 如果有的话呢 它就会产生阳性的变化 通常我们在排卵 同房收孕开始算呢 大概14天左右 也就是说下一次月经该来的时候呢 它就会出现阳性了 但是呢 有一些情况呢 我们真怀孕了 我们验孕棒没有测出来 那么这个不一定是验孕棒不准确 它可能出现几种原因 一种是你测的太早了 身体里边或者是药里边 HCG还没有那么多 它就不出现阳性的情况 这种情况你可以等两天再测 等两天再测 可能慢慢就阳性了 那么还有一些情况 比如怀孕了 这个验孕棒测不出来 那么我们要了解一下 这个验孕棒啊 它是不是有效期内 你不要弄那个过期了的验孕棒 它可能就测不出来了 是吧 还有一些情况 我们需要注意的 比如公外孕啊 或者是流产了 它这种HCG的量特别低 在尿里边它也比较低 这时候验孕棒可能测不出来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去测血的HCG 它就测出来了 所以说呢 验孕棒呢 我们要给它一个适当的估计 就是说有80% 90%的可能性 它是准确的 只要它测出阳性的话 那一定是怀孕了 测不出阳性 也不代表它没有怀孕 我们可以去测一个血的HCG 那个呢是更敏感的